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3月8日星期一 中共人大政協兩會繼續召開 出現很多的看點 其中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湖南代表團去座談 人們發現他開口閉口習近平 是相當顯得一反常態 他在湖南代表團座談的時候 還有副總理胡春華在場 胡春華是一個團派人物 是習近平很忌諱的人物 作為副主席的王岐山也被稱為第八常委 他不是政治局常委 但僅次於政治局常委 他在裡面反覆提到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 還是要大家用心領會習近平思想 還說學習 習字也強調 習近平的意思 還說中國要進行各項事業 或者推向前進 都要以思想習近平理論為指導等等 總共提到短短的講話 提到習近平八次 讓人感到格外的刺眼 王岐山為什麼做這個表態 我認為有三種可能性 出於三種動機 第一個 他就是認輸了 因為他跟習近平這兩年有權力鬥爭 到了去年五中全會的時候甚至傳出 他有可能出現另一個林彪事件 就有可能副主席王岐山被習近平拔掉 因為雙方的鬥爭到了這麽一個程度 當時王岐山不僅在衛政 內政 外交全方面跟習近平思想不合 從習近平第二個任期以來 對中美關係 對香港問題 對新疆問題 對經濟發展等等 都有不同的看法 還有大瘟疫 防疫 抗疫都有不同的看法 以至於習近平不斷對王岐山動手 在經濟上是把王岐山家族背景的公司 海航公司 收歸國有 收歸黨有 收歸習近平政權所有 另外在政治上把王岐山的親信和他的助手或者是管家一個一個拿掉 先是拿掉了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以前是王岐山的左右手 是親信人物 用習家軍人物 英勇去取代 英勇是從上海市長任上調到湖北省委書記 相當於英勇就義 之後又繼續對王岐山陣營痛下殺手 其中就包括王岐山一師一友的密友 少年時代就是好朋友 任志強 紅二代太子黨人物 任志強因為寫文章批評習近平 說他是脫光了衣服 都想當皇帝的小丑 因此習近平把他納入法辦 判處重刑18年 而且說任何人不得說情求情 就包括副主席王岐山不得說情 最後又步步緊逼 到了去年五中全會前夕 突然把王岐山 跟隨王岐山多年的大管家 相當於副部級的高官 一個中央巡視組的組長或者副組長叫董洪突然拿下 而董洪顯然掌握了王岐山多年來的所有的家庭 或者是職務上 經濟上的一些秘密 拿下他顯然就威脅到了王岐山的腳底下 所以在去年五中全會上一度傳出 中共可能鬧出第二次林彪事件 有可能習近平 習家軍想打倒副主席王岐山 現在看上去顯然是王岐山及時服軟了 覺得自己雖然有能力 有思想 但是實力上鬥不過習近平 因為他現在是國家副主席 是一個虛位 而習近平大權在握 再加上習家軍佔據要金 雙方要博弈的話 在政治實力上 王岐山不如 所以王岐山相當於敗下正來 這回在人大政協兩會上高調力挺習近平 而表態的程度高過其他常委和政治局委員 就說明他在服輸了 認輸了 輸成了 向習近平認輸了 說權力鬥爭 這個回合我以失敗告終 你行 我服你了 或者說口服心不服 第二種可能就是王岐山故意高捧習近平 因為他很清楚 他難道不知道習近平思想不是習近平思想嗎 習近平理論 習近平時代 難道真是習近平理論 習近平時代嗎 他很清楚習近平的那一套文章也好 講話也好 什麼思想也好 理論也好 什麼書籍也好 全是出自王滬寧 一個極左人物 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長王滬寧的炮製 說王岐山心知肚明 他怎麼會相信習近平有那麼多思想理論或者是點子呢 他高捧習近平 習近平也知道王岐山看不上他 因為講能力 王岐山懂經濟 懂外交 懂談判 而且有救火隊長之稱 在中共黨內算是一個能人 從能力上 各方面 知識上 習近平絕不如王岐山 王岐山也絕不會服習近平 但是他假裝表態高捧 也就是讓習近平飄飄然 連我老王都捧你了 連我老王都抬你了 連我老王都抬你了 就跟當年的林彪抬毛澤東一樣 偉大的領袖 偉大的導師 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創手 把你抬到極高點了 甚至是天才的馬克思主義者等等都可以抬 所以這事叫捧殺 第三種可能就是王岐山有私心 因為明年要召開20大 20大接下來 除了黨務方面領導人換人 領導人換建 接下來的兩會 就是2023年的兩會就會在政務系統換人 其中就涉及到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位置 在2018年習近平強行修憲的時候 其他總理 副總理 人大委員長 副委員長任期不變 都是最多不超過兩届 每届任期五年 但是唯獨把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制取消了 就變成了沒有任期限制 從理論上來講 如果習近平要沒有任期限制 作為副主席的王岐山也沒有任期限制 那習近平可以當下去 王岐山也可以當下去 當然說王岐山年齡太大了 到了明年後年就74歲75歲了 但是王岐山現在有理由了 美國現任總統拜登78歲了 而剛剛卸任的總統川普已經74歲了 美國很多政治人物 包括綜藝長佩洛西都81歲了 那我老王74歲75歲又有什麼老呢 也可以打破慣例 打破旧地 繼續前行 所以這個時候他動了私心 既然明年要扶持習近平 繼續越過任期 干擾換屆 繼續搞長期執政 那意味著習近平不僅要繼續任總書記 還要繼續任國家主席 王岐山就想自己陪著 繼續任國家副主席 當然王岐山要繼續任國家副主席 更重要的是 他是副主席沒有實權 容易受到其他派系的妨礙 甚至習家軍內部都有可能把他拉下來 因此他在這個時候高調的講習近平 力捧習近平 是要獲得習近平的拉扯和力挺 希望習近平如果長期執政 他就跟著習近平共同長期執政 一個是主席 一個是副主席 儘管他虛偽 但是也可以繼續的過一把觀影 過一把全力影 兩會的另一個看點 又是內蒙古知識區代表團 而中共的一個重要網站 也算是黨媒黨報出了這麼一個標題 說習近平首次力挺布小林 布小林是內蒙古知識區主席 是三代蒙古王的第三代 烏蘭夫 布賀 布小林 到了第三代是女王 布小林 但是布小林這次在兩會中沒有出現 因為1月26日在內蒙古開人大政協 區域的人大政協兩會的時候 他突然昏倒在主席台上 引起一片騷動 然後瘫倒在那邊被抬走 現在沒有出席 這次黨媒黨報的重要網站炮造了這麼一個標題 說習近平首次力挺布小林 結果一看是什麼 簡直是掛羊頭賣狗肉 是標題黨 他是說習近平表態支持內蒙古政府 全面推行統編教材方面的工作 然後又說布小林如何是支持區主席 好像還須暗示習近平又支持了布小林 這裏面是兩個嫁禍 一個嫁禍就是本來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決定 要去內蒙古斷稿 要去取消或降低盟語教育 而全面的推行漢語教育 受到了內蒙古人民的全面的抵抗 大規模的侵略和示威 也導致大規模的逮捕 還有不少人自殺 連公務員都出來反對 這是嫁禍自治區政府 中央政府的東西嫁禍在自治區政府 說習近平支持內蒙古政府這麼做 第二個嫁禍就是嫁禍布小林 好像習近平在力挺布小林 好像布小林想那麼幹 說習近平力挺他 但是布小林對這個事情根本沒有表態 跟習近平出現了分歧 而自治區的黨委書記石泰峰是很遲在表態 還受到批評 還做了自我檢查 其實這篇文章自露馬腳 除了標題上說習近平首次表態密歷布小林之外 他發表的圖片卻是什麼 是布小林坐在主席台上給人的感覺 習近平到內蒙古自治區這個代表團座談 布小林坐在他右手邊 還面帶微笑 其實那是2019年3月5日的相片 連2020年的都不是 還不要說今年2021年 也就是說2019年的時候 作為自治區政府主席布小林還可以跟習近平坐在一起 談笑風聲 到了2020年拿不出這樣的圖片了 消失了 到了今年2021年更沒有這樣的圖片了 因為布小林根本就沒有出席人大政協兩會 也沒有出現在內蒙古代表團中 這說明什麼問題 就是這兩年布小林跟習近平已經分道揚標 因為習近平在講 內蒙古是一個模範的自治區 他接下來的推理就是 所以中央要你們統編教材 消滅盟語 推廣漢語 你們就是模範自治區 就執行 但是民間的輿論是說內蒙古是一個模範自治區 從來不鬧事不聲事 中央政府是沒事找事 是尋行知事 惹事生非 天下本無事 庸人至惹之 去找一個事給內蒙古 要去強行取消人家的盟語教育 推廣漢語教育 結果就造出大規模的抗爭 還有大量的人員死傷 結果習近平卻反回來用 說雙方的邏輯都不一樣 人家說你自治區是模範的 你就不要惹 習近平說你是模範自治區 說你要中央推行任何的極端政策極左路線 你都應該去推行 結果連自治區主席 蒙古王 布小林都不服 氣病交加 最後連兩會都沒有出席 也就是說事實上的布小林跟習近平的關係是已經斷絕翻臉 不要說是漸行漸遠 就是徹底翻了臉了 因為布小林也不在乎你習近平 你是紅二代太子黨 布小林也算是紅二代太子黨 而且三代四傳 從烏蘭夫開過元勳 傳到兒子布後 又從布後傳到孫女布小林 說布小林的資格有擺在那裏 不在乎 學歷也是實打實的 北京大學的學歷 從水平 從資歷都沒有把習近平放在眼裏 所以實際上就是習近平跟布小林的關係翻了 奔了 說布小林消失了 至於習近平是否要去報復布小林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習近平在內蒙古支持區代表團上殺氣騰騰的威脅 說什麼煤炭領域是反腐 又說是拿國家的資源 全錢交易 說這個賬是一定要算的 在場的內蒙古支持區的黨員官員可能都有份 所以全場下了一片激進 只低頭密密麻麻的做筆記 拿紙拿筆做筆記 不敢說任何話 不敢資深 因為習近平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把你們全部抓起來 看你們服不服 當然布小林是不是又涉及他所說的那意思 不見得 所以他是不是敢去追究布小林也不見得 因為對於中共來說 作為一個內蒙古的三代世襲 三代傳承的紅色人物 紅色少數民族 而且有相當的聲望和水平 習近平敢不敢動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無論怎麼說 習近平有一個不小年的關係 可以說就是崩盤了 分道揚鑣了 這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這次黨媒黨報策劃出這個標題 就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標題黨 而且是正話反說 反話正說 整個是向內蒙古 向布小林潑污水 也就是人家自治區沒有發言權 或者是布小林氣病交架已經病倒了 也沒有發言權 就任由官媒 黨媒這些網站去潑污水 去污名化 把習近平作惡推到自治區頭上 推到布小林頭上 但是我相信黨內人是清楚人 這次開人大政協兩會 這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 據說推出了種種的一些議案 要麽是雷人 要麽是口笑 要麽是讓人哭笑不得 所以有一個政協委員推出一個議案 說要取消英語作為必修課 似乎要捍衛民主語言 捍衛中文了 英語是全世界最大的語言 也是聯合國首用語言 居然說要取消必修課 也就是說當成選修課 甚至就不學 實際上想取悅於現在推行民主主義 民粹主義極左路線的習近平王滬寧當局 這個能不能通過是一回事 但是已經引起了民間的紛紛議論 這個政協委員提案的時候 他想到了或者沒想到 黨後國家領導人都把他們的子女 家屬子女送到西方去 尤其是送到美國 加拿大 英語國家 還有澳大利亞 那不學英語 能送得出去嗎 能夠適應外界的生活嗎 就是這些人大政協兩會 就是一個歐美學生家長會 他們大多數的子女都在西方國家學習 在美國 加拿大 澳大利亞 五眼聯盟國家 或者是歐洲國家 所以他說英語不要必修課是針對誰 是針對普通子弟 還是針對高幹子弟 還是黨後國家領導人的女子 可以說是用機深遠 動機不純 還有人提出來說合法代孕是因為現在這一兩代人 八年後 九年後 之後 零零後都不想生了 不想生小孩 國家的人口急劇下降 做惡是因為一胎化政策 起自於一胎化政策 最後說開放兩胎 甚至全面開放都沒人生小孩了 中國的人口負增長 很多省區出現了百分之十幾 百分之二十幾 百分之三十幾出生率的負增長 非常驚人 非常可怕 現在在美國有一個華裔專家叫張家敦 他就說中共有一件事情 是一個噩夢 一定會敗給美國 就是到了21世紀的眼尾 中共說現在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 認為他是一個人口優勢 但是到了21世紀尾 中國的人口有可能比美國還少 按照目前的趨勢發展下去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不僅中國人口老齡化 人口減少 然後勞動力七缺 男女比例十條 現在就提出了合法代孕這些議案 是否要刺激人口 另外還有一個議案 號稱要把學制縮短 好像現在12年制 或者是小學5年制6年制太長了 這是毛澤東在文革時候的一句口號 叫學制要縮短 教育要革命 就認為學習沒用 那是叫走白磚道路 要來個學功學龍又學軍 到實踐中去 說是四體不勤 五孤不分 學習沒用 現在毛澤東這套謬論又來了 文革謬論又來了 居然現在有人提出學制要縮短 那意思還是為了人口 就是說學制縮短了 這些人可以盡快的投入工作崗位 勞動力會充足一些 也是在人口上打主意 因為現在年輕人口少 還有人提出意願 或者說就是中共準備通過的一個新的法規 就是要推遲退休年齡 推遲退休年齡有個好處 就是勞動力保持久一點 然後退休福利發放的晚一點 一方面可以解決人口危機 勞動力的危機 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政府的負擔 所以可以說是一箭雙雕 這個政策引起議論紛紛 這個時候在著名的雕牌下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出來雕牌了 他號稱他贊成 推遲法律年齡 他不僅贊成 而且用了一個很美妙的口號 叫做拿年齡所事是年齡歧視 他在中國有的地方招工 居然寫著只招35歲以下的人 他這是年齡歧視 年齡歧視實際上是發達國家 民族國家 普遍概念 在中國那邊很多人不懂 年齡歧視是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 地獄歧視 在中國是大行其道 而且不以為恥 反以為榮 胡錫進就假裝用先進國家的年齡歧視這個觀念來說話 所以他就一轉彎說他贊成推定法律年齡 就說不要以為人到了60歲以上就沒用了 他可以推遲退休 跟年輕人一樣使用 但實話一出 網友輿論大話 因為網友立即找出環球時報本身的招工簡訊前幾年 就自己說只招收35歲以下的人 所以一下就被揭穿 他就是年齡歧視的罪魁禍者 結果胡錫進怎麼給自己辯護 他說我說的年齡歧視是中國社會的普遍現象 他說《環球時報》是中國的一部分 也不能免俗 也就是說《環球時報》示範了這個錯 但是中國整個社會是年齡歧視的一部分 而這個歧視怎麼來的呢 是一黨專政 社會主義國家 共產主義國家 共產黨領導的國家 年齡歧視是一個普遍現象 反過來他等於又把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僵了一軍 抹黑了一把 或者說低級紅高級黑了一把 所以難以致遠其說 不過他還是堅持支持法定退休年齡 他認為這次他叼盤 叼隊了 但是人家注意到這個人他自己60歲了 可能也為自己做打算 自己不想退下來 自己是《環球時報》總編相當於說是聽級待遇或者更高 上次有副主編出來揭發他 有情婦 小三 有私生子等等 他的辯護就說副主編想當主編 想把他推翻 由於沒有達到目標 就對他進行人身攻擊 然後中共看他有功 就最後擺平 就對他這個事放過 認為老胡這個事不存在 而且叫副主編段靜濤認錯 似乎給他平反昭雪 但是胡錫進本人很清楚他有沒有那個事 兩個情婦 兩個私生子的事 因為人們在機場拍照他的相片 他送私生子去加拿大留學 由相片圖片為證 總之他這回又出來扯了 扯了之後騎士 扯來扯去 扯了他的小九九上面 就像他想繼續做《環球時報》 總編甚至有可能想更上一層樓 比如說撈一個中央委員 中央候補委員當一當 甚至於撈一個中宣部副部長 中宣部部長 甚至於是否把政治局長王滬寧推翻 自己取而代之 這些信息恐怕都在其中 這個灰燼是這兩天連續受炮轟 前兩天表現出反黨 因為中共要搞鋼市值 鋼門檢測 所謂新管 他表示反對 表示好像沒尊重人 說不管是外國人 中國人恐怕普遍都不接受 因此他表示反對 結果網友認為他反黨 跟黨對著幹 結果才過了一天 他又開始給黨抬轎子 又開始叼牌 剛剛政府說要推遲法律年齡 他就出來捧場 還弄了個年齡其事來說事 最後說來說去又受到網民一頓炮轟 揭發出不僅他《環球時報》帶頭搞年齡其事 而且他有自己的小算盤 就是不僅不想退休 還要幹下去 耐著位置不動 如果說習近平想長期執政 終身執政 胡錫進居然也想長期 終身的幹下去 《環球時報》總編 或者說比這個更高的職務 這個著名的標牌下胡錫進是反黨也好 是挺黨也好 都是耗子鑽風箱 兩頭受氣 在網民的炮轟之下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pare